好 那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遵守所有防疫的规范 这次呢 我们将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 来访谈我们的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那我们都知道 爱多美是一个全球的企业 一个账号就可以串联 所有全世界的会员 那今天在爱多美这个平台 其实有很多人都透过进行 无国界的经营模式来经营爱多美 今天我们透过视讯会议的方式 来与我们两位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来探讨爱多美全球的重要性 那首先那我们欢迎 朱美香皇家大师 以及勤正求玫瑰大师 来聊聊我们全球爱多美的重要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先首先先邀请我们的 朱美香皇家大师 透过镜头呢 跟大家打声招呼 然后做一点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线上的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Sandy皇家大师 好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邀请我们的 秦正求玫瑰大师 透过视讯镜头 跟大家打声招呼 然后也跟大家问个好 这位线上的爱多美家人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玫瑰大师 秦正求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我们也很高兴能透过视讯的方式 然后跟大家一起做这个见面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一直得知两位在海外的市场 都有在做一个深度的经营跟努力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会透过访谈的方式 希望两位透过自身的经验 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爱多美的会员 其实在爱多美这个平台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串联到所有全世界的地方 那首先呢 我们想要请两位领袖 稍微介绍一下当初是怎么认识爱多美的 那这边想要先请我们的朱美香皇家大师 为我们做这一点的分享 那我们欢迎 好的 其实我是透过一位姐姐 接触到爱多美的 当时其实这位姐姐 她给我两张A4子 上面有写了一些 关于爱多美的一些公司介绍和产品介绍 那其实当时我们的资料是真的不多 可是我当时看到她带着一个Oreke 就是我们所谓的旅行牙膏组 其实我一眼看到我眼球一亮 长得就是这么精致 这么美观 然后很卫生 很方便 那我就很喜欢她 那其实我就爱不释手 基本上拿了一个之后呢 我就会想要买多一些些 去给家人或送给朋友 所以一开始我只是单纯的喜欢产品 单纯的就是喜欢它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 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我是 这个让我开启千家万户金钥匙的 就是我的旅行牙膏组 哇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可以让我们开始去认识这个爱多美 那这边我们也想听听看 我们秦镇球玫瑰大师 你当初认识爱多美的动机是什么 那认识的首先的产品是什么 又是怎么样认识爱多美的呢 好的 各位大家好 我当初是在2014年的时候 暑假 我带着我家人们来台湾度假的 我本身是居住在美国 那时候在7月份的时候呢 我美国的家人就打电话跟我们说 我已经把你们加入爱多美了 你们去了解一下 因为在台湾一月份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我本身在之前 有一位朋友有介绍过我爱多美 但是我稍微看一下网页觉得 就是一间传直销公司嘛 所以没有深度的去了解 那在已经被加入的情况下 我被迫一定要去了解它 所以那时候我有做过研究 那我第一件事情呢 因为我本身在美国是经营超级市场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先 试一下这个产品 然后看一下它的价格 是否可以销售的出去 所以当时我加入了以后 就马上订了一堆产品来 先自己体验 因为我相信自己没有试过产品 没有办法介绍给人家去用 所以当初最最生动的产品 就是这个我们的蜂蜜 也是我们第一名的产品 那其实Foreme 对我们美国回来的人呢 有个好处 就是他在美国的 这个医学网站里边 有一个很多的文献 所以我回去以后 就做一个很深度的了解 然后就是从美国 开始经营爱多美的 好 我们谢谢我们珍求玫瑰大师 那这边也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两位也是透过 可能家人的介绍啊 以及小小产品的感动 去认识到爱多美 那这边想要问一下 美乡皇家大师这个部分 当初不会觉得说 就像刚才 秦正求玫瑰大师所说的 我们的这间爱多美 是一间船直销 那既然知道 这也是一间船直销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 让你看懂了爱多美 跟其他船直销不一样的地方呢 动机啊 其实大哥比较聪明 那个时候 可能台湾开的 他就是直销 我接触的时候 其实我还不知道 他是直销公司 我只是单纯的 就是喜欢产品 我那时候 我就一直一心一意 就想说 这么好的产品 我喜欢 小孩也喜欢 我就心里想 全球有70亿的人 我们整个亚洲 有30亿的人 我就想 如果每一个人都跟我 和小孩一样 都喜欢他 那这样的话 这个商机会无限大 我就开始每天 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就没有想到 直销或不直销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 他 因为朋友告诉我 他是一个网购平台 所以我就很相信 我就一心一意 想要代理这个产品的 所以我就问了 我的那位姐姐 她也不明白 后来我就辗转的去台北 我就找到董姐 然后我就说 我想要代理这个产品 她说 Sandy这个不用代理 你只要加入会员 就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 哇 我当时真的就是一心一意 就想 哇 如果我不用花钱的话 我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 所以我就 本来我就生意 我本来就是在马来西亚工作 所以我在东南亚 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我就赶快想说 把这么好的讯息 又不用花本钱的方式 我就可以介绍给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 就开始像大哥一样 买了好多的产品 去给我的朋友们去看 去体验 然后我最重要是自己 每一款产品 那大家都知道 爱多美 款款是精品 我就开始从体验 喜欢 到感动自己 我又情不自禁的 就每次见到人 我就开始分享 到现在热爱 到目前就是疯狂 所以我刚刚说了 我的生意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关系 我在那边有开餐厅 还有开公司 所以我就每一次回台湾 最重要的就是 把这个产品拿去体验 可是那个时候 平良心说 我们也不知道 可以赚钱的工具 直到很多人都跟我说 Sandy我要买这个 我要订那个 我心里想不用卖 也不用推销 自然而然 就大家就喜欢 我就一直想说 那好 我要去看一看 这个公司 是怎么样的公司 然后他的经营的模式 我要透彻的了解 所以在2013年的 1月8号的时候 我就和了我几个 台湾的朋友 还有新马的朋友 我们就一行人 我们就飞到韩国去了 那时候我还记得 那一天就是零下18度 那零下18度 其实很冷 可是大家都好像很热情 那现场有几千个人 在参加 熟黎三的一日研讨 不是研讨 而是成功学院 那个时候呢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看到董事长的演讲 虽然我们当时是没有什么翻译 但是我看到他那个 就是用生命来经营这个公司 那个感觉他打动了我 所以我觉得跟着这样的老板 感觉很好 然后再来那一天又看到我们的 朴真秀是现在的尊王大师 他那一天是颁奖王冠大师 他公司就给他一个皮箱 30公斤的现金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公司 才经营四年 那公司给这么大的奖励 那所以你一次一次的去了解 透过产品的喜爱 那公司的一个系统 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 很特殊的一个公司 那很特别的公司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就更疯狂的去跟朋友分享 所以就让我觉得说 这个就是我坚定我要的 因为以前我做 我在一个集团做CEO的时候 我们其实当时的老板 有一个理念就是 希望所有参与公司的销售员 或者经销商们 都是跟公司一起 共创共享共存共融 然后永续经营这个理念 所以可是没有办法 当我接到爱多美 这样子的平台模式之后 我发现他真的 就是可以让大家 共创共享共存共融的一个 机会和平台 最重要他不会让任何人受杀 只要你爱上他 只要你家里换品牌 我们就有机会来成就一个事业 所以我每天每天都兴奋 其实从那个时候认识爱多美 我真的每天兴奋到现在 所以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就是可以透过公司的系统平台 帮助一些平凡的人 或者一些普通的人 没有本钱的人 都可以透过这一个平台 去让你的人生可以改变 甚至翻转人生 很多人因为他真的现在都华力转身 所以我当时坚持的理由就是因为 看了董事长的经营理念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产品的架构和模式 都是我们每天要用的 那最大的财富就在消费的市场上 所以我坚定信念 如果我不下车 如果我不放弃 我只要每天每天爱多美 我哪一天我都会跟王冠大师一样 我也会跟他一样得到这一个成功的一个路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当时就看到这个目标 也是激励我一个很大的动力 就是公司董事长的经营理念 还有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公司的原则中心 我觉得是太棒了 无一轮比的爱多美 哇我们谢谢美香黄大师 为我们带来这么澎湃的一个内容 虽然我们在一个远远的一个视讯 我也可以感受到 你对于爱多美非常的狂热 这边也常常会听到我们剧总啊 或者是我们同仁的分享 当他们去韩国去接受到 董事长的一些课程的时候 对于介绍爱多美也是非常的澎湃 非常的热情 很多人也为了这个 深受对于爱多美的一个感动 那这部分我们也非常谢谢美香姐 为我们带来这么激励的一个分享 那这边想要询问我们的 请正求玫瑰大师 对于您在美国这边去开始工作啊 这些等等 然后以及看懂爱多美 相信在美国好的企业 好的平台也非常多 那你对于这些部分 爱多美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优势 可以让你在美国这边可以 托引而出可以看到爱多美的存在呢 爱多美的优势这个部分 好的好的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直传销这个行业 是从美国开始的 美国有许多的这个直传销公司 那为什么当初 我觉得说当初 为什么很多人会对直传销 有一个反感呢 就是他主要的他的产品价格太高 然后他有里边有许多的费用 都架构在他们的制度里边 所以几乎你要在直传销里边成功的 你要跑得很早 跑在人家前面 才有机会成功 但是接触了到爱多美以后呢 反观看到爱多美的产品的价格 跟产品的品质 我们是以高品质 低价位的方式 以顾客的成功 为理念的方式来 来经营爱多美的话 这跟一般的直传销公司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介绍 这个直传销公司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怕 伤到自己本身的人脉嘛 但是今天如果 我们抱着一个心态 是把高品质的产品 而且低廉的价位 去介绍给我的朋友使用 他们用到又好的产品 又便宜的价格 为什么不介绍给他们 因为当初我母亲也是跟我说 儿子啊 如果你要在台湾经营直传销 很难经营 我就回了他一句话 我说东西又好又便宜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告诉人家 跟人家去分享的呢 所以刚开始我就觉得说 我是一下就了解了爱多美 然后接下来 更加的去研究爱多美的制度 觉得说今天爱多美这个平台 可以帮助到许多的人 今天不管他是需要产品 或者他需要他的健康 或者他需要有一个事业 可以帮他赚取一个被动性的收入 我们都可以帮助到他 甚至有些人像我一样 本身在事业已经获得成功的时候 我们所要做的下一件事 就是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 所以爱多美呢 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念 我觉得说我可以利用爱多美的平台 帮助到世界上更多的人 这种事业不是很好经营吗 不是经营起来更快乐吗 谢谢 谢谢我们请任求玫瑰大师的分享 那对于刚才所说到的一个优势 就在于我们的高品质 那又是低价位的产品 那这边的话 想要跟两位谈谈全球性的部分 爱多美是全球性的一个企业 那对于在经营爱多美全球性的企业的时候 你们在这个部分 是如何看懂全球化经营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想要先请我们的朱美香皇家大师 为我们分享这个观点 全球性 其实很多大企业在全球每个国家 他们都要花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去布局 那当我了解爱多美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不怕 不管金流也不管物流 那都是由总公司去负责 所以我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的生意 我的工作是在国外 所以我很快看到这一个国际连结的市场 那我想如果我今天只要透过爱多美这个平台 我去连结到所有人 那真的是一地注册 然后就全球可以经营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部分 当然很多国家那个时候我们接触的时候就只有美国 日本加拿大 那其他国家都没有 所以等当台湾一落地的时候 我们重心先放在台湾经营 那台湾经营我们当然就是跟着公司的会议和脚步 我们就一站一站的去奔跑 那奔跑的路途当中我就发现了很多很多人都会说 他哪边有有朋友 他哪个国家也有朋友 那个时候让我更更坚定说爱多美 他全球连接这个枢纽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我本来在国外都有人脉 所以我就要剥笔时间 所以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在全球的架构上市场上 所以我就跟着公司的脚步 到了哪个国家我就去布局 所以我还记得台湾1月7号 14年1月7号一落地之后 那接下来的就是新加坡的市场 所以我很快我也去新加坡布局了 然后再来就马来西亚 那当然布局任务当中呢 这个全球布局不是很容易 因为你要走国际市场的时候 你会比较辛苦 因为你要透过 你要有足够的时间体力 还有精神 当然还有水土不服 那我是运气比较好 是我本来在马来西亚 我就有餐厅和公司 所以我那一边我布局的话 我就用我的办公室 当时我就用我的办公室 开始在那边分享爱多美 因为在马来西亚 它是比较有管制的国家 我们就要符合政府的规定 还没有执照 我们没有对外公开演讲 我们就只能在自己的区域里面 去分享爱多美 所以在这个分享的当中 我就发现爱多美的魅力无穷 只要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的部分 基本上没有人会拒绝它 是因为我们不用花钱投资 他也不用花钱投资 他也不用来跟我们捧场 我们也不用给他压力 所以你会觉得做这份事业 还分享国际事业的时候 会比任何一个公司来得容易 尤其是爱多美 我们不需要拉人头报单 你也不需要他给你面子 都不用 我们只要告诉他 爱多美东西就是我们讲的 物美价廉生活必需品 然后透过公司的系统 因为那时候已经 韩国很多皇家大师 已经开始在做 我们每一次就会看到他们的分享 还有他们的成功之路 就会激励到自己 我也要跟他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 一直的去坚定这个国际市场 然后跟着公司的脚步 一站一站的去布局 所以讲到国际市场 我就会很兴奋 因为我也很感恩 几年前我就有这个机缘 到了国外去工作 所以我觉得爱多美 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预见 我之前工作的一些经验 或者一些历练 或者一些人脉 我觉得都是因为爱多美 为我准备的 所以我特别的感恩 特别的兴奋 也特别的幸福 这个讲到国际市场的部分 那我也真的是很感恩 全世界相信我的朋友 相信爱多美的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更努力的奔跑 因为他们还没取得巨大的成功 目前这个阶段 我觉得我们布局了这么多年 只要我们不下车 我们真的是每天爱多美 到现在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疫情的时代 我觉得很幸福的在互联网上 继续的分享爱多美 所以这个国际市场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一定要经营 全球布局 谢谢 谢谢美香姐 那这边的话 其实曾经也有听过 美香姐的成功之路分享 刚开始自己当老板的时候 其实只要一天不开业的话 我每天都还是要下去 去做经营 包括我在物流方面 我在客服方面 很多都是老板自己要去兼顾的 但是今天爱多美呢 我们就是提供了这些平台 你只要好好的当一个分享者 就像两位大师一样 好好的当一个分享者 好好的去分享这个事业跟产品 其实在爱多美是非常非常轻松 可以去推荐更多的人来加入爱多美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问题 想要问我们的秦振秋玫瑰大师 对于美国这个部分在经营的时候 因为很多其实在美国的平均收入 其实本来就比我们台湾的收入 还在高一点点 那今天爱多美这个事业 如何在他们那边去做分享 会不会是一个困难 因为他们本来收入就蛮高的 那你有什么去扭转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念 让他们看到全球性的这个平台的优势 是的好的谢谢Steven 其实在美国对美国基本的薪资 算是蛮高的 比台湾要高出来许多 所以我们这个平常这个对碰奖金 一个月碰的一次 对他们来讲根本是很小的一个数目 所以当初我们并不是以这种对碰奖金来告诉他们 当然我们知道说爱多美的封顶制度 在美国现在是讲的五千万寒币 那这是我们所能达到的目标 那在美国它一个好处就是 美国是一个全世界人口的一个大龙奴 所以你要全世界的人你都可以看得到 在美国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呢因为爱多美我们一刚开始就知道是全世界的生意 那当我加入的时候 台湾才刚刚开始 那接下来就是东南亚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要开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印度欧洲都要开了 那尤其是我们大家都是华人 那中国市场还没有开的情况下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商机 那我们是以这个方式来告诉他们 说其实我们的机会是相当的大 你不需要离开美国 你在美国就可以经营到全世界 你就看到全世界 因为我本身我的生意也是做亚洲人的超级市场 所以在我的客户呢 有泰国来的 菲律宾来的 越南来的 中国来的 所以我们都会跟他介绍爱多美这个商机 因为当时这些国家都还没有开始 那当然 我们不是以这个 爱多美其实刚开始都不是以金钱来吸引人家 爱多美是以产品为导向 大家都知道我们用了爱多美的产品以后 就回不去了 我当初 把一些这个洗法精在我们 在我的超市里面介绍给客人去使用 他们用过以后都会回来复购 那这就让我更坚定说 这个爱多美的产品是会说话的 所以我觉得说爱多美要经营起来真的是不难 因为不会让任何人造成他的负担 所以我就更 我觉得说这个事业大家一定要看得懂 一定要坚持的经营下去 好的那我们谢谢郑球玫瑰大师的一个分享 对于这个全球性的这个部分 其实在于你只要看懂 你对于产品的喜爱 产品带给你的感动 其实你就会一步一步的去走下去 开始去认识爱多美 以及认识爱多美的产品 那关于刚才郑球玫瑰大师分享的这个 全球性的分享啊 或者是我留在美国本土 但是我也可以触及到其他全世界的开拓 那这边想要问一下 卓美香皇架大师 今天你的会员或者是伙伴们 有来自台湾或者是各国的一些会员 那今天他们可能会跟你提出 今天我也想像美香姐一样 我想要无国界的去做经营爱多美 那我今天我的第一步是该如何去做 踏出去的这一步会不会很难之类的 我可能到那边就像美香姐说的 会有水土不服这些等等的 我又该怎么去克服 这些种种的原因应该在 美香皇架大师这边也会遇到 那你又是怎么让他们去 一步一步的往海外去做一个开拓爱多美市场呢 好的谢谢Steven 其实一开始去开拓的话 其实基本上 你要开拓国际市场的话 当然你要有自己要有一个决心 因为你单枪披码的飞 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行李啊 或者就是语言啊 当然就饮食也会不方便 但是我觉得克服这个困难 最重要就是我们心中已经定好这个目标 我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平台和机会 那听了董事长演讲 还有看到成功者的故事之后 我就坚定 这个就是我要的 然后我就把我的目标是真的很清晰明确的构画出来 所以在开始奔跑的话 就是一定 就像刚刚秦大哥说的 我们没有办法以金钱去吸引人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爱多美初期是没有大钱 那都是要累积 要累积 要累积的 所以我们都是用产品做导向 那基本上呢 我每一次出国 不管到哪个地区 那我最重要 我都会带着台湾之光 精油贴布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切入点 为什么 因为它 我们那时候一盒有 有那个 五十片嘛 现在五十五 然后 可是我可以给好多人去体验 那当然 在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小牙膏 还有牙刷 这个就是我去开拓国际市场 最重要的接触 然后我都很大方的都直接碰到任何人 反正我爱这个公司 爱这个产品 我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就我也觉得很开心 很自然的 就不会觉得说做这个很辛苦 会觉得每次碰到人家都会问他 如果是新的国家 我想我用我的方法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只要碰到人 我都会说 我现在正在帮一个 韩国的一个网购平台做推广 我们现在在全球各地 在招募会员 那是免费的 那你没有任何的压力 你因为我们公司产品是真的很好用 那我会看他年纪大一点的 我就会说你看看 这是我们台湾出产的一个金油贴布 它非常的舒服 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贴哪里 它会让你舒服 我也不敢不敢跟他说有效或什么 他会让你变舒服 他一听到舒服 他就会想试试看 所以我就让他贴 大部分人都大板筋 他会不舒服 一贴了之后 聊天的当中他就会怎么样 哇好舒服 这是什么怎么那么棒 我就一定要说 这是我们台湾的国宝 也是爱多美 台湾爱多美出品 我就觉得很有余有容颜 然后还给他摸一摸产品 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的牙膏 牙刷和牙膏 这么精致 你看我们在台湾才卖多少钱 我就会大概跟他讲一下 他说哇 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用 所以我每次只要是拿到这两样东西 就是我包包里面 随时必备的产品 所以我开拓国际市场 我就是用台湾的精油贴布 还有就是我们的牙膏 牙刷 那当然我没有带这么重 因为这个有一个盒子 然后价格也比较贵 那我就会买一盒有八支的那个牙刷 还有那个小牙膏 那我就会反正两盒小牙膏 就配一盒牙刷 我就会带着出门 我就心想我每天只要见到朋友 因为尤其是我初期陌生市场 我就会让他贴贴精油贴布 但是如果是我的一些认识的朋友 他基本上呢 我去国际市场 他们都会约好 都会请我们吃饭 那我觉得我只要送他一个牙膏牙刷 他请我吃饭 吃饭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滑的来的 所以我就一定带着去送他们 然后带来 最重要是送他们用以后 所有的人基本上 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 或者去排斥他 都会跟我说 Sandy这个很好用 我要买要怎么买 哇这个就是市场来了 所以你看爱多美就是这么快乐 你不需要当推销员 也不用当送货员 我告诉他 现在你的国家还没有的话 那你要透过我下一次来 有机会我再帮你带过来 因为运费太重 我也不想去寄 然后我会我大部分都会送他之后 我会告诉他 有机会等到你的国家开的时候 你再大量的使用 你现在你先了解 这个东西很好用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和商机 你先了解看看 然后等到你的国家开的时候 你记得找我 我就好好帮你做规划 我大部分都会这样子去做预告 因为很多国家他的法令蛮严格的 我们也不想犯规 然后走私 寄了太多的进去 然后又被没收 所以大部分都是 有机会我去的时候 就跟着我带着行李去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hand carry过去 那我就不冒险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要帮当地的朋友 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公司是合法的 所以很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背着货出国去 然后让他们也有所期待 所以当那个国家有落地的国家 我们就告诉他 我可以帮你免费注册 那你自己赶快上网去买 所以很多人注册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他就是会先买我推荐的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都会问我 你上次给我的贴布 我们还没有 我说对 那个要等你的国家有进口的时候 你也可以买得到 所以你要期待一下 等待一下 所以中外多美就是很快乐的话 就是他们都会喜欢他 然后他会期待会等待 就像我们一样 一看到韩国现在有一些新产品上市 我们就会期待聚重 快快进口台湾的心情 所以我开发国际市场 就是很单纯去分享产品的美好 然后让他们等待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要用的 家庭必须品 所以我就是一直把基数做到 一直分享 就不断的分享 因为用产品让他们爱上 用公司的文化让他们爱上 所以基本上他们只要看懂爱多美的 基本上都会睡不着 除非他看不懂就会睡不醒 所以我希望我们线上的伙伴 你一定要跟我们一样 从好多年前 我应该是八年前 我就看懂爱多美 我每天都兴奋的睡不着 然后我有些朋友 就是那时候都没看懂 他一直都没看懂 所以他现在都醒不来 直到现在疫情 他终于醒来了 因为他发现 为什么我们生活还可以这么好 透过互联网 透过全球大家自己上网去买 我们可以把这个市场 可以一样去扩充 所以不用克服任何的困难 就是分享 分享 不断的分享公司的产品的美好 谢谢 谢谢美香黄家大师 那这边也跟美香姐 你出去的话 你应该也是付蛮多操纵费 每次都满债而归回来 或满债而归出去 那其实这边也是跟所有线上的 会人们去做分享 其实做爱多美就是一个 两个字舒服 就是你去分享 分享起来舒服 自然而然的话 也会让大家感觉到 平硬近人 那近人认识的这些产品 了解他的一个感动 就像美香黄家大师所说的 我今天出去没有什么克服的困难 其实重点就在于说 你有没有把这个心带出去 真的认识的爱多美 然后开始去广泛的去做推广 那今天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会做在这样的方式 透过视讯的方式去跟两位说聊天 其实也是疫情日益的严峻 那今天想要问一下 秦正求美贵大师 今天在美国的确诊人数 其实比台湾还多更多 会不会觉得说爱多美会被射线去做经营 还是说我用如何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克服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也戴着口罩 然后室内又只能最多五个人 室外又不能超过十个人 种种的困难之下我们要如何在异地去经营爱多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疫情 反而对我们爱多美的经营者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怎么说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本身的疫情 这是相当的严重 那就是因为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可以帮助到它的健康 基于这样子 他们更容易去跟人家分享 告诉大家说 你们真的要使用爱多美的 我们的主打的这些产品 它是可以帮助到你身体上的健康 所以反而这次疫情 对我们的爱多美美国的这个事业 他们成长的相当的快 相当的快 所以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那当然 在没有办法出门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是要有中心会议 一日研讨会跟成功学院 都没有办法举办的时候呢 那好在就是当初我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因为我的会员都是遍布全球 那当初要如何跟他们 可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决定采用线上会议 所以我在线上会议已经经营了五六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的会员几乎对这个线上会议 都相当的熟悉 另外呢 爱多美公司也做了相当快的反应 直接也是公司有举办这些线上的 一日研讨会 跟我们的这个直播 还有我们的成功学院都移到线上来 可以让我们的会员继续使用我们的系统 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家里边学习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 这次疫情不但没有影响到我们爱多美的经营者 反而对我们所有的经营者 他们的业绩都更大的提升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我们情政求美 各位大致的分享 那其实在我们公司这部分 其实在很多人都会发觉到 其实在爱多美遇到这个疫情的期间 2020到2021 其实我们整体全国全球的分公司 反而业绩都没有下降 反而是递增 那其实在很多人看到这成长的背后 公司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包括刚才政求美规大师所说的 我们将所有的研讨会或者是成功学院 及时的把它变转为成线上的模式 那也透过线上的部分 持续去跟全球的领袖去做一个分享爱多美 所有现况在发生的事情也好 这些等等让大家可以一起 不会因为疫情而受到我今天没办法联络 或分享资讯的部分 那这边想要问一下美乡皇家大师 那今天你遇到这个疫情的情况 你又是如何维持您经营爱多美的方式呢 谢谢 就像刚才秦大哥说的 我们原本我全球伙伴都有 尤其是有些中国内地的伙伴 那那个领土太大了 我们很多时候就已经是用线上会议 那就是因为这一波的疫情 我们扭转全人类的互动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都要用互联网 尤其用我们就是用 还有就是各国家的一些比较好的系统 我们透过线上会议 我们以前可能就是搭飞机更辛苦 奔跑更辛苦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了 我现在反而更幸福 因为我在这一边分享 就像我每个星期 我真的是好多场好多场 每天有时候三场 那以前没有办法 我们就要搭飞机或搭动车或搭高铁 我们都要或者到哪个中心去 都是要一天就是一场而已 那现在透过互联网很简单 我们就只要大家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把它链接发出出去 我们可以无数的人时间到了 我们就上线就开始去分享产品 也可以分享我们的公司的系统 或者奖金制度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透过线上去去做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爱多美就是一部手机 一部iPad或一部电脑 我们真的是可以开工了 然后最重要是互联网 封城封国 封不了我们的互联网 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这个系统 去做全球连线 那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病毒改变了世界 那这一波的疫情也重新财富 重新分配了 就现在所有线上的朋友 都会告诉我伙伴们 都会跟我分享 周老师我发现这一波的疫情 对爱多美人来说太棒了 因为大家都害怕病毒 有些政府也规定不能出门 就像现在我们自主管理 我们都在家里做居家 我们也不去外面做聚会 那这样情况下 就每个人要买东西 每天要用的 那大部分都上网买 我们绝对会教育所有的人 都是先上爱多美的网站去逛玩 然后没有的时候 才要去外面买外面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这一波的疫情 对爱多美人来说 完全没影响 而且这一波的疫情 对爱多美人来说 很多人透过疫情 真的是翻身了 更多的人看懂爱多美 因为他不能出去 强迫他在线上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吸收薪资 甚至听听成功者的故事 一些伙伴的分享 让他们看到 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 董事长就说了 这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只是疫情提前 把这个互联网时代搬上来了 所以我们透过它 我真的觉得很轻松 因为之前我还是分享一下 我之前其实我常常搭凌晨的班机 要到全球各地去做培训 或者去做分享 然后那你看搭凌晨的班机 如果我要两个小时前到机场 我是不是凌晨三点要起床 然后为了服务更多的人 我常常是搭最后一班的班机回来 就像我常常如果我去成都 我一定舍不得搭下午或早上的班机 我一定搭半夜的班机 如果11点回到台湾 或者再经过马来西亚 做完那个分享会之后 再回到台湾 我就是这样子跑一圈的话 我常常回到家又是凌晨 然后洗漱好之后就天亮 然后天亮可能继续会议又开始了 就很多时候是没办法休息 可是现在因为疫情 大家都不能飞的情况下 就强迫大家都在线上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真的也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式 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蛮感恩的 那觉得很快乐 然后就觉得因为疫情 我们往好的方向想就是 跟家人更多的时间相处 然后更享受在爱多美成果 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小城堡 工作然后分享这个喜悦 我觉得是感受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一波的疫情 我可能会觉得更快乐 然后更多的时间 然后留给家人 然后留给自己 花更长的时间去好好的体验 所有更多的产品 因为以前我们出差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产品都背着出去 因为你不可能带所有产品 但是因为这一波的疫情 我把所有尤其是在台湾 所有线上有的产品 没有一样我不用 我通通把它买回家 然后我很怕缺货 我还要有备份一份 然后就每天很享受的去体验它 然后更多的故事 去分享给我全球的伙伴 我也觉得透过互联网之后 我每天都会拍拍照 我的牛张影 或者我们的 每次故意拿来我们的茶杯 喝一下 他们好羡慕 怎么台湾有这么美的杯子 然后再喝我们的 的胶原蛋白饮 哇他们都羡慕到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幸福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GSGS 我们自己本土的产品 会觉得我们身为爱多美台湾人 会觉得予有荣焉 就觉得不会因为疫情 会觉得很不怎么办 完全没感觉 反而我们的业绩 我全球的伙伴都跟着提升 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在家里 怎么样买爱多美的东西 上网订购 宅配到家 这个就是这一波疫情 给爱多美人带来最棒的福音 谢谢 谢谢我们的美乡 黄家大师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今天南征陪陶已经非常辛苦了 但今天两位 其实为我们见证的是 我不止南征陪陶 我还是跑到全球各地 做班级也好 做凌晨班级也好 我也想要为我自己去改变一点点的人生 那再次谢谢我们的黄家大师 为我们做的一些分享 那今天的话也想要询问 关于因为今天两位 毕竟也有在各个国外去分享的一些经验 可能也看到蛮多一些不同文化的去做交流 关于跨文化的部分 那这边想要问一下 行政球玫瑰大师 今天你在其他国家去做分享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文化冲突啊 或者是这些等等遇到的一些趣事 跟我们台湾经营的另外一面 又是怎么样不一样 可以做一点分享吗 有有有 这个这个真的是 你今天就算我们大家都是华人 新加坡的华人 跟马来西亚的华人 跟我们其他地方华人都不大一样 那我们出生在 我们在美国成长的华人呢 我们基本上是比较守时 比较守信用 我们通常 比如说我们规定 我们今天会议是两点钟开始 我们一定是两点以前就会到达 就会准备好 那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新加坡的伙伴 约了很多他的会员 来听我分享爱多美 我们讲好 这个分享的是十点钟开始 结果陆陆续续的 几乎都是每个人都是迟到 一直分享到晚上六点七点八点 甚至八点都没有人想要走 所以就觉得说 其实海外市场 真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情都不一样 有些地方的人情味又特别重 那也是我们经营海外市场 享受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尝到各个国家 不同的美食 我们到每个国家都会很开心的来接待我们 所以我也觉得说在爱多美雷 我不仅是可以赚到一份蛮不错的收入 使用到好的产品 甚至可以交到许许多多国家的朋友 那我们也会去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 我其实觉得今爱多美真的是蛮幸福的 而且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做个见证 成功的人都是有付出过的 我们Sandy之前 我跟她是脸书上的朋友 我经常就看她 从早到晚 一下从这里飞到这里 从台湾飞到新加坡 飞到印尼 飞到马来西 看她几乎就是空中飞人 所以她真的是 之前付出的很多 才有今天的结果 所以我相信 在爱多美雷 只要大家肯付出 一定会得到你的回报 所以我们讲 一句话是付出者收获 记得 千万要记得这句话 谢谢 我们谢谢秦振球玫瑰大师 那最后的话 想要询问两位最后一个问题是 今天因为你们也看到 非常多的国家 包括会员也好 或者是当地经营的模式也好 那这边想要询问一下 看过海外经营的你们 最后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台湾伙伴 或者是台湾会员们 想要做鼓励的部分 我们这边先请朱美香皇家大师 为我们台湾会员 还有线上的伙伴们 去做一个勉励 好的 谢谢Steven 那不过我想 其实或许线上很多的伙伴会觉得说 很羡慕我们有跑国际市场 其实跑国际市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如果你有跑就知道 就像刚刚我们那个秦老师说的 我们常常约的时间是10点 他们可以11点 12点 1点2点 每个时段都有人来 你也不能跑 你还是要继续的去分享 那所以我说台湾的环境 其实你如果有去奔跑过其他国家 你会发现整个环境 还是台湾爱多美最棒 为什么 无与伦比 因为我们可以一天高雄来回 我们有很棒的环境 交通 还有人文文化素养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跑过的 当中 你会觉得真的是 这个环境很适合做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场面 有时候你在麦当劳 或者教育中心 你就可以约人来 把爱多美谈完 签完约了 可是有些国家地区的是不行的 他会看你的格局 然后你约的地点 他们都会去评估 大哥点头 然后最重要是守时的时间 就像你看我们基本上在台湾 就算中心的会议也是一样 我们七点半真的是时间一到 我们讲师主持人就上场就开始了 可是平良心说 我们在新马可能那边比较热吧 然后交通主要是交通很拥挤 都会塞车 所以我们如果是订好八点的会议 那基本上都要八点半才能如期的开始 然后开始完之后呢 他们每个国家的地区不一样 他们就会说要可能要去喝个茶 就弄到半夜十点十一点 所以你会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大哥很能体会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环境 然后人文 然后就是你的文化生活背景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要跟着去做 我还记得有一次 妹妹跟我去跑的时候 她会说这个时候 我们在中心结束 如果上完课 我九点半已经到家了 结果现在在这一边九点半还在那边 在分享 然后分享完之后再会后会一下 然后回到家都半夜十一二点 所以她就跟我说 算了还是台湾好 我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回到家了 所以如果你一直很羡慕的人 你就想一下 不是你想象中每天都是这么美好 那当然在爱多美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我一开始就是相信在前 坚持在后面 你要找到自己坚持的理由 那爱多美就是好东西便宜卖 绝对品质绝对价格 我又绝对目标 所以我就是把品质好 坚定绝对就有市场 然后绝对目标就是 我一定要像董事长说的 清新明确刻号好我的梦想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那爱多美是对的公司 是好的公司 是有温度的公司 那我们正是正善上略的公司 那我觉得正值和上略是最好的策略 就是爱多美的平台 所以我要勉励大家就是这一条路是对的 方向对了路就不远了 你只要多做一点 多跑一点 多学一点 其实市场还很大 你看我们台湾不到100万的会员 每天都有人满20岁 还有人就是忘记买东西 又过期了 所以这会还无敌的大 所以爱多美的10年已经过去了 那有无数多的人成功 那未来的百年岁月里 希望有你我的足迹 和成功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最后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爱多美没有风险 那零成本 努力不必重来 然后努力可以累积 最重要是因为自动回购 就是产品太喜欢了 所以我都一直把爱多美 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体验 是一种提高生活素质的生活创业 伙伴们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相信在前面 然后坚持在后面 我们努力每天继续的分享 分享分享 我们疯狂的去分享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美乡皇家大师 那最后我们也请 我们请正求玫瑰大师 为我们做一点勉励 给我们线上的伙伴们 或者是台湾的会员们 去做一点勉励 或者是建议的部分 谢谢你 好的谢谢 我觉得说在台湾 经营爱多美的家人们 真的是太幸福了 刚刚我们Sandy大师 都有跟大家分析过 在台湾真的 从南到北 你可以当天来回 而且台湾的人口密集 老实讲 你的周遭人都可以找到 许多的会员 而且如果你要国际化 其实台湾 许多的人也经常 是留学回来的 他们也都有认识 海外的朋友 海外的伙伴 所以其实在台湾呢 也是同样可以经营到 海外的会员 那我经常跟我的伙伴们 分享就是 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败的人找借口 所以如果今天 你想要在爱多美成功 你一定会碰到平底 一定会碰到困难 但是我们要找方法去克服它 在台湾真的是 很幸福的经营着爱多美 台湾的薪资 老实讲 都是属于偏低的薪资 我们一个自动型销售大师的 这个收入呢 就已经在台湾算是 比较主板级的收入了 那其实以这样子的收入 基本来讲是 很容易吸引人来经营爱多美的 而且使用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你不仅用到好的产品 而且你把家里的开销 也都先省下来的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 那在这不伤到你荷包的情况下 你坚持的经营下去 你只要先 刚刚Sandy有跟大家讲过 先选择相信 后面你就是坚持的做下去 那你在爱多美绝对是 会得到成功的 我们爱多美浦安级董事长 他们设计的这个奖金制度 真的是太完美了 它可以帮助所有的人 而且经常是 你不需要去开发到其他的人 可能你的组织下面呢 就有一些人 他们开发到海外的市场 所以你不见得是 你自己去开发 你也会享受到 这个海外市场的分数 所以在爱多美 就是要坚持下去的经营 你在爱多美 绝对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大家相信我 谢谢 我们谢谢 请正求玫瑰大师的分享 那这边其实也 归纳出一个重点 其实在爱多美 你只要相信 你相信 你就会看见 那爱多美 满满的奇迹 满满的 这么多人 就像朱美向 皇家大师所说的 已经经过了十年 这当中 已经多少人 去翻转她的人生 以及 她的生活品质 做一个很棒的改善 那我们这边 也再次非常谢谢 两位领袖抽空 来为我们参加 线上研讨会的访谈 那以上就是我们 全球爱多美的 重要性的一个企划 希望我们现在 线上的会员朋友们 都可以了解到 我们两位领袖 在海外的经营 以及对于 爱多美重要性的一个部分 非常的去做透彻 去做了解 那我们再一次 谢谢我们两位 讲师 朱美向皇家大师 以及 请郑球玫瑰大师 做了一个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